音樂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一頁 就是你的小孩在學校必修課程 It's Perfectly Normal 就這本書 然後裡面就是各式各樣畫的極度醜陋的一堆圖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是各式各樣什麼同性戀家庭 各位自己看好了 Anyway OK 這個是California School District holds LGBTQ club for 4 years old 4歲 他就開始洗澡你的小孩 4歲什麼意思 就是我大女兒 各位看一下我大女兒現在多大 他那個時候就要洗澡你的小孩了 然後這個是Gender pronoun do not necessarily match their physical gender 教科書上面就講說你的身體其實並不代表你的性別 就是他們常常講說Sex and gender is different 就是性別跟性別是不一樣的 Sex and gender在中文裡面就是同一個字 但在美國英文的話就是這個是sex 這個是gender 一個是心理的 一個是生理的 亂七八糟的一個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This graphic shows gender identity do not match physical gender except for one 基本上他在講說你可以隨便換 你可以隨時換 你可以今天你想要當女生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你覺得說當女生好像不好 我想要上男廁所 然後你可以當男生 你是可以隨便換的 你沒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叫做non-binary 就是流動性的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還有就是 Popular toy company encourage gender transition to young children 這是非常可怕的 不只是在學校而已 各位去department store Target 那個時候 你去看到處都是彩虹旗 六色旗 各式各樣的東西在他們店裡面 很奇怪是他們從來沒有強調一男一女 從來沒有強調你是個男的或是你是個女的 他們永遠都在強調說你不是男的還有你不是女的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這個Alan Page 還有他這個transformation 然後這邊是比較關於法案的 各位有沒有買過巴黎世家這個牌子 Balenciaga 這個很有名的一個牌子 這個是在講說跟一個小孩合作 然後是弄了一堆戀童癖 還有性虐待的一個東西 叫小孩穿上 有性虐待這個皮鞭啊 然後給小孩當成小孩的一個服裝的流行吧 然後這個地方 Professor redefined pedophilia could help offender demand right 就是現在各位討厭戀童癖對不對 我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喜歡戀童癖的 但他就講說你們不能叫做戀童癖 你們不能叫這些人叫做戀童癖 你們要叫他們map minor attracted person 他們是被小孩吸引的人 他們也不能控制 他們天生就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這個人 他建立一個法就是我們不可以抵制戀童癖 我們如果看到一個戀童癖 然後他想要跟小孩發生性行為的話 我們是要了解然後要關懷他的 他們其實是可憐的我們要幫助他的 各式各樣東西亂七八個東西在我們加州發生 非常可怕 然後這邊還有bill to protect pedophilia 就是現在已經立法了 我們要保護這些戀童癖 戀童癖是要被保護的 他們覺得說太多戀童癖被攻擊了 而且戀童癖不可以去監獄 為什麼 因為監獄裡面很多他們會殺那些戀童癖的人 他們會打那些戀童癖的人 別人會覺得說哎呀你強姦了一個小孩 然後被抓到監獄裡面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就看你不爽 我就打你 連監獄裡面的人 都比我們政府裡面的人有良知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他們立法要來保護這些戀童癖 這邊寫說就是 Allow 24 years old to have sex with 14 years old 你如果24歲的話 OK 你可以跟14歲的這個小孩發生性行為 口交還有鋼交 這邊特別寫出來 Anal or oral sex with minor 14 years 148 or older as long as they're within 10 years 死要10歲之內 OK 加州的法律保護你 可以跟小孩發生性行為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學校在教導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Prostitution Legal in California 妓女在加州是合法的 任何的妓女喔 2022年的時候就合法了 去年就合法了 任何人喔 他只要他覺得說 我缺錢 那我還年輕 我找個人去上床 以前是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這個要抓起來 然後妓女 我們不抓妓女 但是我們抓那個人總可以了吧 沒有 現在合法了 全部都合法了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 然後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到那個 Yelly Martinez跟他媽的這個東西 在這個資料就是 各位公立學校 每一個公立學校 都要教導的教科書 It's perfectly normal 性教育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這個東西 他上面寫說 Sexual intercourse is only one way of expressing love 性教 性教只是表現愛的其中一個方式 他們就是要把性跟愛扯上關係 性跟愛一定要去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這一整本 這全部都是小學三年級 四年級的小孩在學的這個東西 然後各式各樣的不同的這個 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 這個是家庭 然後還有 很奇怪的一些圖片 這個女的在做這樣的姿勢 我不知道誰會做這樣的姿勢 然後還有 這個是在講說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長藝毛 陰毛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跟以前我們的健康教科書 是不一樣的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都是非常非常的露骨 我們這邊還有很多其他的書籍 就是說 book about pronoun 你的性別代詞是什麼 what are your words 就是現在很多小孩 他們回去跟父母吵架的方式 就是說 我現在 例如像說我 我是Ethan 對不對 我媽幫我取名字叫Ethan 我就跟我的父母講說 請你叫我 Esther OK 然後呢 我現在是個女的了 你要尊重我 媽媽就會覺得說 你叫我做這個東西幹什麼 學校會叫小孩去講說 我要的什麼都沒有 我沒有什麼其他的要求 我就只要你叫我新的名字就好 連這個樣子都不行嗎 就這樣子一點一滴的 慢慢的去改變父母 去做這個樣子 而且都是以這個威脅的方式 來讓父母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我很想要跟大家講說 我是在嚇各位的 但是其實不是 真的在發生 然後呢 這個樣子還有就是 My Princess Boy 就講說一個 男孩公主 可以去自己來看一下 反正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的教育 在教導各位 而且現在 每一個學校 每一個公立學校 包括Charter School 政府 資助的私立學校 都要教導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各位 請好好的考慮一下 Homeschool這樣的東西 因為你的孩子的教育 真的是只有你可以去救 我吃東西 去找一個去救援 請坐在這個地方 小明星 楠節 小明星 如果是確認 然後你吃小明星 就要走在這裡 我們請坐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